2021年的第一期视频 咱们来个比较特殊的开箱的分享 那么今天主角是眼前这款MacBook Pro M1的芯片 那么熟悉电脑朋友应该都知道 今年的苹果推出了这个是很具颠覆意义的一款产品 同时有不同的芯片可以选择了 有Intel的版本还有M1苹果自己的版本 那么这次我选的是M1 它在效能方面是有很大的提升 包括电池方面也是表现非常给力 当然我这个还没开箱 具体之后使用的感受 会跟大家再做一个具体的分享 对话不多说 直接做一个撕包装的动作 其实电子产品每次开箱 这开包的过程还是非常舒适的 特别像苹果这样的产品 它包装的设计本身就是非常用心了 打开之后 这个正面是一个实物的照片 应该是实物的照片吧 还是CG图 我们直接打开MacBook Pro M1 其实它是有MacBook Pro和Air这样的区分 那么两者在具体的效能方面 其实差不很多 特别是这个M1的版本 最大区别应该就是Pro是有风扇的 所以它可以交长时间的去高复合的运作 这打开之后 这切幕感觉还是非常爽的 我们现场做一个开包 舒服 这声音听着就是爽 这次选的是一个太空灰的版本 那么当然其他的配件呢 这个用着就不大 但是这个充电线可能是之后要用的 但是这个书呢 一般都不会看了 这是充电的插头 先把它给放到一边去 咱们专注于这个主机吧 拿在手里是非常的顺滑 其实我一直都是苹果的一个忠实用户啊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呢 编辑视频也是以苹果为主力的电脑 14年的时候是入了我第一款MacBook Pro 我们之前呢是用MacBook Air去编辑的 但是后来呢 反正这Air实在是在效能方面有点不够用啊 打开就好 直接有个开机的显示啊 今天呢只是一个开箱的视频啊 具体的使用感受 像刚才提到的之后会再做一个后续的分享啊 这个表面的处理啊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随着光线在上面滑过啊 它呈现出一个光影的效果 那么具体的一个使用的感受呢 之后会跟大家做一个跟进的分享啊 今天只是开箱来分享一下 我这个拿到新玩具的一个喜悦心情 希望这款大玩具啊 能够陪伴我在未来的视频编辑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快的分享 比如 那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2021年的第一期开箱视频啊 就带来一个重磅的产品 我也是等不及要开始使用它 作为一个新的生产力工具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